我们的袜子店开幕 就是为了让所有支持者 能够方便找到我们 而且更增加工作机会 2022年12月29号上午 玛丽样快乐袜子店 正式在台中市西区柳川东路开幕 玛丽亚基金会表示 快乐袜子不仅荣获 2023年台中市十大伴手礼的三冠王 也融入了玛丽亚青年创作艺术的元素 这次快乐袜子店实体店面的开幕 一口气雇用了29位身心障碍人士 玛丽亚基金会表示 会继续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给这些可爱又认真的漫飞天使 所以我们这个袜子已经增加了 29个障碍青年的工作 甚至我们的店长 从庇护员工领1万6 现在变成一般员工 符合劳计划领2万6 道场主持剪彩仪式的台中市长 卢秀燕表示 快乐袜有玛丽亚无睹的制作理念 配合台中市旧城区的著名地标印象 加上可爱缤纷的图案 卢秀燕呼吁大家要穿好袜做好事 让玛丽亚的用心跟爱心扩大到全世界 玛丽亚快乐袜从去年底推出之后 一年内已经从三款图案增加到27款 明年将增加到43款 到目前业绩已经突破2500万 12月29号实体店面开幕之后 店内除了有快乐袜之外 也有各种公益商品跟咖啡 玛丽亚邀请大家一起来采购 发挥善心做爱心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道 中国人为主公盔方文字 学校人为主公盔方文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